近期又到了后备军人叫召的时期 为了勉励这些重要战力 南投县政府日前特别前往南投县会展中心 进行慰问以及执政加菜金 感谢他们对于台湾的付出 希望他们能够在灾害及战争发生时 迅速执行地区警备作战及灾害防救 后备教育召集信念 其实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环 除了为我们国家平时灾害防治救援 提供资源的工作 必要使国家安全上战力 后备战力的稳定 也是针对这个教育召集训练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据 虽然说很辛苦 让各位我们那个后备的弟兄 放下手边的工作 参加这个教育召集的训练 但是可以让他们回顾 更稳定的他们的那个我们战力 还有我们作战的能力 以备不时之需 先渊林如阳指出 非常感谢南投县政府对于后备军人的关心 特别前往进行慰问以及执政加菜金 后备军人的战力对于台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不论是防卫方面或是天灾等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最近又到了这个教育召集的时候 那感谢我们先政府对于这些后备军人的一个关心 那其实后备军人的战力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些后备军人的战力 其实对于我们台湾对于南投的防卫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我们的先政府有对于我们后备军人的关心 我们希望说最重要的能够避免战争 那如果战争一旦发生的话 这些的战力我们还是需要保卫我们的国家 那感谢我们南投先政府 也感谢我们所有后备军人以及先议军人对于台湾的努力 林议员也进一步指出 若不幸发生天灾或是战争 透过后备军人的实际操练演习 能够加速熟练防救灾的各项准备与作为 确保一旦灾害战争发生时能够立即动员 从容不迫迅速缺失的全面投入救灾及附件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